战神5 诸神黄昏 今天凌晨正式解锁 现在可以玩了 我玩了一段 估计各位有一些问题 比如战神5和战神4区别大不大 画面提升高不高 值不值得买 等等等等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初体验 首先战神5是目前索尼PS的真独占游戏 PC如果想玩的话 至少等一两年 等到时候我估计RTX5090该发布了 估计那时候得8K120帧加DRS4.0 微软的XSX就不要等了 战神5是不会进XGP的 就像光环和地平线5不会进PS一样 我是提前预购的数字版 从港幅商城买的 花了568港币 游戏有简体中文 如果不着急的同学可以买光盘版 现在是500出头 估计11月25号左右能到吧 如果买的光盘将来通关之后还可以回写 数字版是卖不掉的 我的PS5是国航的光区版 备份的方式登陆的港幅 其实国航的机器不备份也可以玩光盘 但是数字版只有港幅才有 国航是没有的 战神5是战神重启之后的最后一作了 故事会在此完结 战神123它的玩法是差不多的 战神45玩法也是差不多的 战神4是2018年发布的 4年以后也就是2022年推出的战神5 估计如果再有下一作 还得等4-5年 我估计是PS6的独占 战神5也可以在PS4上玩 它是1080P30帧的 和4年前的战神4是一样的 战神5在PS5上有四种模式 4K30帧动态4K60帧 如果你有120帧的显示设备 可以动态40帧和2K120帧 有人说4K分辨率和1080P区别不大 如果你是在手机上看区别是不大 但是如果在2728英寸的显示器上看 区别是挺大的 如果你在7585寸的4K电视上看 区别就更大了 之前有很多同学在评论区问我用的是什么显示器 在这统一回复一下 我用的是明基的EW2880U 分辨率是4K的60赫兹的 IPS屏带HDR用了一年 简单的说一下感受 这台显示器目前是我的主力显示器 我不仅用它来玩游戏 还用它剪辑和直播 甚至我有很多视频都是直接对着这个显示器 一边录像一边讲解的 还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这个显示器是怎么调校的 他们觉得我这个显示器的画面很清晰很逼真 色彩很艳丽 具体的设置方法我以后再单开视频分享吧 我玩游戏的声音是显示器直出的 显示器自带的音箱是专门调校过的 效果很好 它可不是随便听个响的水平 我觉得属于可用的级别 另外这个显示器它还带个遥控器 调节音量参数切换视频很方便 另外它还有三种HDR模式 三种游戏色彈模式 还有五种声音模式 各位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 现在马上双11了 大家去明基的旗舰店 只要报我的ID 就可以享受双11最佳优惠 有需要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 好说下一话题 战神5诸神黄昏和上一代的战神4 区别它不大 我最开始玩战神4是在PS4 Slim上通关的 后来买了PS5 又玩了一段战神4的4K60人模式 现在又玩了战神5 也就是说这三种方式我都体验过 通过我的初体验主观来评判的话 如果当前PS5玩战神5诸神黄昏 4K60人性能模式的这个画质 能给100分的话 战神5运行战神4的那个4K60帧 能给85分或者80分 那个PS4 Slim运行战神5的那个1080p30帧 能给70分到75分 这是我主观对画面的评分 大家不要认为战神5会比战神4会有质的飞跃 各位可以理解成战神5是战神4的一个大DLC 战神5的内容更丰富 画面更好 手感更好 节奏更好 电影版的分镜头更好 整体来说我感觉是物超所值的 如果问我战神5值不值得买 或者问战神4好还是战神5好 那我的建议是你先玩一下那个4代 因为4代在一档会员里边是免费的 体验了之后再决定是否买5 如果你不喜欢战神4 那我估计你也不会喜欢战神5 战神4和5它的故事是连续的 如果你不在乎钱可以直接上战神5 因为这样效果更好 体验了战神5之后再体验战神4 这也没关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